以毛泽东的名义 起草了一份谈战争罪犯名单问题的新闻发言稿 公开把蒋介石等43人列为头等战争罪犯 把魏力皇也列为战犯 是不是有意帮他一把 那是当然了 1948年12月25日 中共中央公布了43名战犯 其中魏力皇位列第13名 当魏力皇得知这一消息后 他高兴地说道 共产党没有忘记我 1897年 魏力皇出生于安徽合肥 因自幼家境疲寒 长大一些后 魏力皇便离家闯荡 1914年 魏力皇之身来到武汉 投亲谋职魏城 下逢湖南的军队在武汉招学兵 他便报名进了学兵营 1916年 魏力皇南下广州 投入粤军 由于作战勇敢 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1922年 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 企图刺杀孙中山先生 当时魏力皇在总统辅警卫营 危及关头 他率兵讨伐叛军 积极保卫孙中山先生 因其英勇表现 事后被提升为团长 1926年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不久 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兼第一军军长 魏力皇便跟随其一起北伐 在北伐战争中 魏力皇骁勇善战 屡立战功 不久后便被提升为了师长 1927年 蒋介石公然叛变革命 发动412反革命政变 当时的蒋介石视为立皇为随从北上的亲信将领 能够服从自己的命令 听从自己的调遣 且不辞征战危机 与此同时 魏力皇也认为当时的蒋介石地位优越 既有军权 又掌管政权 跟随蒋介石的步伐 日后会有高声发迹的机会 为此 魏力皇便任由蒋介石拆遣 自此 魏力皇开始走上歧途 与人民为敌 在此后的日子里 魏力皇为蒋介石拼死拼活 打了十年内战 屠杀过不少的共产党人和爱国革命人士 然而 一次经历让魏力皇改变了对共产党人的看法 1936年秋 蒋介石调集了嫡系部队 做了一系列搅供部署 并任命魏力皇为闪干随宁边区总指挥 准备对经过长征跋涉的红军 再次寄兴围剿 不久后 西安事变枪响 魏力皇 蒋鼎文等南京政府随缘被拘留在西京招待所 魏力皇深知 自己反共文明又杀害了不少共产党人 在他看来 自己必死无疑 让魏力皇没想到的是 他不仅目睹了中共调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而且共产党人对待他们这些国民党将领也不计前嫌 这一切都使得魏力皇感慨万千 1937年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 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魏力皇被派统摔部队来到华北地区 在那里 魏力皇不仅看到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 日寇长驱直入 如入无人之境 还看到了蒋介石暗中严令各部限制 监视八路军 制造机会 使八路军与日军两败俱伤 这一切都让魏力皇对国民党渐渐心生不满之意 同年十月初 魏力皇指挥的新口战役 经过二十多天 歼灭敌人约二十万 中国军队也因此遭受了极大的伤亡 许多英勇将士 因此而壮烈牺牲 正当魏力皇所率领的中国军队 士气不振之时 由红军所改编的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在平行官伏击日寇 首战告捷 大大挫败了敌人的锐气 这也使得魏力皇统帅的中国军队士气大增 与此同时 日军飞机轮番到新口狂轰乱炸 魏力皇部因没有空军支援 损失惨重 就在此时 八路军为了配合友军作战 派少数兵力 冒险闯入戒备严密的杨明堡 烧毁敌机二十四架 奸敌百余人 魏力皇得知后十分高兴 随即向八路军表示忠心的感谢和敬佩 不久后 魏力皇亲率一缕兵力 向山西东进 却不料被奸戏告密 很快就遭到了敌人的伏击 使得魏力皇的部队被冲散了 就当魏力皇处在危难之中时 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立即派兵掩护 这才使得魏力皇最终脱险 魏将军 十年没见了 变化真大呀 是啊 没想到 我们又回到同一条战线上来了 今天能够再次见到您 我真的是非常高兴 在新口战役前后 魏力皇曾在太原 临闻都见到了周总理 早在一九二五年 周总理在广东东征时 曾亲自到前线督战 那时 周总理就是魏力皇十分敬重的领导 此次 在山西见面 周总理紧紧握着魏力皇的手 随后 魏力皇又同周总理谈了许多 在与周总理交流的过程中 魏力皇不仅坚定了在华北抗战的决心 也真正了解了共产党人与国民党的不同 后来 魏力皇与朱德总司令做了几次亲切且诚恳的常谈 在谈话中 朱德总司令首先肯定了魏力皇在抗战中的功绩 这对于魏力皇而言是极大的鼓励 1938年4月 魏力皇访问延安时 让他出乎意料的是 自己竟然受到了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 而且 他还看到了新贴出的标语上面写道 欢迎魏副司令长官 这一切让魏力皇都十分激动 在他来到延安后 毛主席还亲自接见了他 毛主席自奉亲苦 但对魏力皇设言招待 韭菜丰盛 且谈笑丰生 在与毛主席的谈话过程中 魏力皇感受到了满满的诚意与善意 没有任何虚讨 此次延安之行 也对魏力皇产生了很大的思想影响 从此之后 魏力皇面对蒋介石下发的有关防范 限制 削弱八路军的文殿指示 他都抛之脑后 有利于八路军开展抗日斗争 1942年 蒋介石挖空心思 步步紧逼 撤掉了魏力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职务 并把魏力皇调任没有实权的西北行营办公厅主任 彻底实现了自己排除异己的伎俩 后来 蒋介石又利用魏力皇能打印杖干苦差的特点 把他派往滇西缅北远征 在那里 魏力皇大量击毙日军 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可即便如此 蒋介石依旧没有再重用他 无奈之下 魏力皇只好委屈求全 出国考察 1947年春 蒋介石照为力皇回国 魏力皇深知蒋介石 是为了让自己回去参加内战 思虑许久后 魏力皇通过流法左派领袖汪德昭 向中央发了一封电报 就这样 魏力皇重新回到国内 1948年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叠遭失败 此时 他想起了魏力皇 并决定把魏力皇当作一张救命的王台 让魏力皇接替陈城 任东北剿匪总司令 得知蒋介石这一命令后 魏力皇虽然一再推诿不去就任 但蒋介石决心一定 再次找人劝说魏力皇 最终魏力皇不得已还是去了沈阳 担任东北剿匪总司令 但这一次 魏力皇并未听从蒋介石任何命令 他无意积极主张堪乱 而是强调需要整补训练军队 修筑攻势 加强防御 若是贸然出击 使有被解放军各个击破的危险 为此 蒋介石曾三次急召为力皇训事 一再催促其出击 魏力皇则软磨硬说 拖延时间 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意图执行命令 不久后 随着锦州的解放 彻底切断了在东北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退路 最后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这也让蒋介石大为震怒 1948年11月 蒋介石发布命令到 东北剿匪总司令魏力皇 迟疑不决 措施良机 致师重镇 着急撤职查办 在下达这一道命令后 蒋介石又忧心立即审判为力皇会军心大乱 思前想后 他便把魏力皇软禁在南京卫的住所 实际上当时的魏力皇早已失去了人身自由 蒋介石把魏先生从广州抓回来 扣在南京 真正的原因就是说他通工啊 抚养无愧天地 褒贬自由春秋啊 同年12月25日 解放区电台广播了43名战犯名单 其中就有魏力皇的名字 魏力皇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他没有难过 反而脸上露出了欣喜之色 与此同时 蒋介石也放松了对魏力皇的软禁政策 1949年1月 魏力皇未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 而是前往香港身居简出 平常他就在家看书月报 观察形势 寻求光明出路 在香港寻找光明之路的同时 魏力皇过得并不舒心 他十分担心远在大陆的老母亲和家人 在思虑许久后 魏力皇决定给朱德元帅写了一封信 请求其帮忙照顾自己的家人 朱德元帅在收到这封信后 立即拿着信找到了毛主席 在看了这封信后 毛主席致电邓小平等人 指示道 旺转合肥县政府对魏力皇家属予以保护为判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 当在香港隐居的魏力皇得知此消息后 异常兴奋 广播他听了又听 报纸看了又看 彻夜难眠 最终 魏力皇不顾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的风险 从香港向北京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贺点 当毛主席收到魏力皇的电报后 十分高兴 也很快回了电 向魏力皇表示感谢 为了防止魏力皇投贡 蒋介石曾下了很大的功夫 希望魏力皇可以回到自己身边 但魏力皇始终不为所动 1955年 魏力皇在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感召下 响应周总理的召唤 和妻子韩全华一道登城 于3月15日 由香港来到广州 并受到了中共华南局书记陶柱的热烈欢迎 3月16日 魏力皇亲自致电毛主席 周总理和朱德元帅 报告他已经回来了 毛主席接到魏力皇的电报后 喜不自禁 立即回电 表示欢迎 1955年4月5日 火车缓缓地驶入北京站 这时早已在车站等候迎接的 有魏力皇的老友龙云夫妇 张志忠全家 副作义等人 数年的别离 今日相聚 老朋友之间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大家大声地问候 紧紧地握手 热情的拥抱 刹那间 北京车站充满了欢乐 很快 人们就把魏力皇夫妇 送进了北京饭店下榻 下午5时 周总理派人迎接魏力皇 并设家宴招待了魏力皇夫妇 席间 周总理夫妇的热情招待 使得魏力皇有了回家的感觉 毫无拘束 4月14日晚 朱德元帅 彭德怀元帅 叶剑英元帅 聂荣真元帅 贺龙元帅 陈毅元帅 徐向前元帅 罗隆桓元帅特意设宴魏力皇 接风起沉 席间 朱德元帅讲起了 抗日时期的趋势 说完后 朱德元帅还破为幽默地说 俊儒 现在咱们又在一起了 抗战一起保卫中国 打日本 现在一起为统一祖国 做出贡献 魏力皇抬头看了看 眼前的元帅们 他倍感沮丧地说 想想在东北战场 我真是很惭愧 如今我还是战犯身份 现在你们还 陈毅元帅听到这句话 赶忙打断魏力皇的话 说道 俊儒老兄 若是不把你放在战犯名单上 你觉得老蒋会放过你吗 魏力皇听闻此言 瞬间顿悟道 勒一声 随即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也正是陈毅元帅的这一句话 解开了魏力皇的心结 4月25日 毛主席点名接见魏力皇 当天下午5时 魏力皇在中南海 见到了17年未见的毛主席 见面后 毛主席不仅详细询问了 魏力皇的近况 和这些年的生活情况 还向他介绍了解放以来 国家的变化和远景 魏力皇听到后心情十分激动 在此后的岁月里 魏力皇不仅参与讨论 国家军政建设问题 还到全国各地视察访问 始终尽心尽力地为人民服务 但命运并没有给魏力皇 太多造福人民的机会 1958年 魏力皇突感身体不适 经医生初步诊断为 糖尿病并发心脏病 因病逝来得猛烈 当即被送往医院救治 然而 在此后的日子里 魏力皇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在此期间 朱德元帅曾多次前往 探望魏力皇 1959年的冬天 显得格外的漫长和寒冷 魏力皇的病没有好转 又染上了肺炎 在他迷流之际 朱德元帅又一次去看望他 这一次 朱德元帅默默地 坐在魏力皇的床前 他望着这位老友 久久不忍离去 1960年1月17日 魏力皇因病在北京逝世 享年64岁 宋关魏力皇将军的一生 他不仅仅是一位爱国军人 也是一位坦荡且正直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